大家好,欢迎来到AK的视频教程系列 今天的视频呢,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请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那么今天这个教学呢,我是特地的准备了5000字的文案的 这里面呢,基本没有废话 为的是引导大家呢,相对科学的进行我们这个降压的操作 请注意啊,是相对的科学 这个我并不是什么权威人士 我的这个操作方法呢,也就是多年来呢 我混迹这个CHH之类的这个DIY论坛的一点学习的所得 然后呢,可能呢,仍然会有不少的这个不科学不完善的地儿 如果有不足呢,所以说还请大家谅解 另外呢,因为就是我现在时间特紧张 所以说呢,这个教程从计划到具体复出实施呢 这个还是耗费了挺多的时间的啊 让很多朋友久等了,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闲话少说 然后呢,进入这个正题 首先呢,是最枯燥的这个理论探讨时间 我希望能利用大家一点时间呢 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那么和大家探讨一下呢 这个降压的真正的作用 这个虽然说挺枯燥啊 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段呢,看完 因为呢,搞清楚降压的作用 然后呢,我们才能去科学的决定自个儿呢 是否需要,真的需要降压 首先第一呢,是降压的作用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说啊 就是降压可以提升CPU的性能 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对的 也可以说它是不正确的 那么众所周知呢,就是一个用电器的功耗啊 它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那么在电流基本上不变的前提下来 电压越低 那么这个用电器的总功耗呢 它就会越低 这个CPU呢,它作为一个用电器呢 其实它也不例外 当然它的特殊之处呢 在于这个,它的电压呢 是很多组件分别计算的 呃,这个这一点呢 我们会在一会儿我们详解降压软件的时候 和大家详细说 而对于这个GPD WinMax这个机器来说呢 因为机器没有独显 所以说呢,整个CPU封装的功耗呢 就基本上是整个机器的绝大部分的功耗了 然后呢,CPU的频率呢 在没有达到极限的情况下 它的频率和功耗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正相关的关系 呃,换句话说呢 就是频率越高 那么相应的功耗呢 也就越高 所以我们降压的第一个主要作用 就是在我们为了提升设备续航 然后呢,人为的设置一个比较低的TDP的前提下呢 通过降低CPU的总功耗 然后来提升这个CPU的性能表现 比如说呢 我们把TDP设定在20瓦 那么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20瓦TDP啊 GPU满载以后 它要占用到 呃,占用到9.6瓦左右 然后呢 缓存呢 等等 其他的这些东西呢 要占用的要大概4瓦左右 应该是 然后呢 这样一来呢 这个能留给CPU的这个功耗呢 大约就只剩7瓦了 那么这7瓦呢 它能支持的这个CPU频率 呃,根据CPU占用率的不同呢 大概就在这个1800MHz到2500MHz之间 呃,如果超过2500MHz呢 就会因为这个功耗强的存在 就CPU这个功耗强的存在呢 维持在这个2500MHz左右的这个频率 它不动 然后呢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CPU的电压降低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CPU呢 在相同的这个7瓦功耗下面呢 就可以支持到更高的频率 或者说更高的这个CPU占用率 比如说呢 在降压之前呢 我们的CPU呢 在2800MHz的时候 需要消耗10瓦的功率 那么呢 这个在其他条件不变 然后呢 我们在做了降压之后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TDP设置上 20瓦的状态下呢 呃,这个功耗强呢 是不足以支撑这个2800MHz这个频 这么高的频率的 所以说呢 这样呢 在达到2800MHz以前 就会因为撞功耗强 导致呢 性能不能继续提升 就是它的频率不能继续提升了 然后呢 这样呢 这个我们的我们的性能就受到了限制 而我们在降压之后呢 那么在达到2800MHz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7瓦左右 这样一来呢 在TDP设置在20瓦的前提下 就足以支撑2800MHz 这样呢 我们的CPU呢 就可以就可以达到这个2800MHz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我们的机器的性能呢 在TDP设置在20瓦的前提下呢 相比不降压 那么它就提升了 然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CPU降压的第二个主要作用 就是也是我个人认为的最重要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 也就是说呢 这个提升CPU在极限情况下的性能 相比限制TDP 然后呢 再压低电压 这种呢 我个人认为呢 属于这个类似于提价打折的这样 这样的这个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的行为 而言呢 我认为呢 提升在CPU在极限情况下的表现呢 才是降压最重要的作用 刚才我们主要谈了这个CPU的功耗墙之外呢 还有一个温度墙 那么功耗越高 也就意味着会有越多的电能转化成热呢 那么CPU呢 它自然就会越热 所以说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MAX 就是我们这个GPUMAX这个掌机来说呢 那么CPU的温度墙呢 大概是91度左右 也就是CPU温度达到91度的时候 就会触碰温度墙 然后呢 引发TDP的降低 对没错 就是碰撞温度墙以后 它这个后果呢 它相比这个碰撞功耗墙要更严重 就是说我们撞功耗墙呢 它只会让CPU一直维持在这个 功耗墙所限制的那个最大的功率附近 但是呢 撞温度墙不一样 撞温度墙呢 会直接引发功耗墙天花板的降低 然后呢 就我们这个MAX掌机的1035G7这个处理器来说呢 它的这个撞温度墙以后的TDP呢 会直接降低到20瓦 到22瓦左右 然后呢 再开始缓慢回升 如果在回升过程里面呢 如果我们再次撞这个温度墙的话 那么TDP呢 就会再次降低 然后呢 就在这个轮回里面反反复复 这样就造成了CPU性能的又低下 然后呢 它还不稳定 所以说呢 这种问题呢 在我们玩一些这个CPU战用率比较高的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全战 就全面战争系列 然后还有一些模拟器的时候呢 就表现得游戏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通过降压 我们就可以把相同频率 然后呢 和CPU占用率的情况下 就是CPU占用率和相同频率 和这个特定频率是一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CPU的温度呢 把它有效的降低下来 这样呢 这个温度墙就没有那么容易撞到 然后呢 我们的系统呢 就有可能更长时间维持在这个更高性能的状态下 但是当然了 话说过来啊 就是散热呢 是我们一切操作的基础 我们在 在这个做降压的同时呢 我们必须做好这个整个系统的散热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了 因为我的笔记本散热垫啊 然后呢 在我 在在不在我手边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就采取了一个略有硬 略显硬核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方法啊 就是拿两块硬盘 然后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机器 这个这个给它垫起了 垫高了 这个也是 我个人认为还是蛮硬核的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理论部分呢 到此就结束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进入大家 这个最关心的这个实际操作 实操环节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主要用到了三个软件 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Quake CPU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用来调整CPU各个组成部分的 这个电压的数值 然后呢 这个它是我们这次操作的 这个核心部分啊 然后呢 这个 英特尔的官方的这个超频软件呢 叫XTU 然后呢 这个这个软件呢 目前不被这个 我们这个处理器所支持 所以说呢 我们我们目前可以用的 就是这个Quake CPU这个软件啊 然后呢 第二个软件呢 是AW4 就是这个软件 然后呢 它是一个系统坚色软件 但是呢 呃 我们用它呢 来测试我们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啊 然后第三个软件呢 就是我们这个多数 多数这个玩家都知道这个3DMark 然后呢 新3DMark 用来测试这个 呃 GPU的稳定性 呃 在这呢 我非常极度特别的不推的 不不推荐大家用鲁大师 因为呢 这个软件呢 在我个人看来 简直 几乎就是超频阶的耻辱啊 这个 你说跑个分娱乐一下呢 其实还好 但是呢 就它那个什么稳定性测试啊 真的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这个软件 唯一的优点呢 就是上手还算比较简单 然后呢 呃 提供一个初步的参考呢 倒也勉勉强强啊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PC硬件这个玩家 玩家圈里面啊 这个这个鲁大师 跑出来的分数 还有鲁大师的那个什么 稳定性检测啊 基本上都是基本被无视的 呃 所以说呢 好了 呃 这个这个废话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实际的操作 呃 然后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在这个BIOS里面 然后呢 把TDP设定到35瓦 具体的这个操作方法呢 我在这个荒野大标课2的这个设定教学里面有介绍 呃 如果大家这个想看的话呢 可以去 想想看的话 可以去搜索一下我的那个视频 就是呃 最近刚发的 然后呢 这个这个就在就在前几个也比较好找哈 然后呢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QuakeCPU这个软件哈 呃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打打开这个 就是这个Advanced CPU Settings这个软件 这个这个这个选项 然后呢 选择这个 这个 这个FVR Control 呃 这个 然后呢 这样呢 在这个界面里面 然后呢 它一共是五个进度条 呃 不是 五个选项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呃 一个一个来说啊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呃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核心电压 那么在极限状态下哈 在极限状态下 那么处理器的功耗呢 在整个这个CPU封装里面 它能占到60%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选项呢 是我们降压操作的首选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处理器的缓存电压 这个处理器的缓存呢 它的作用呢 是处理CPU即将处理 但是呢 又没有完全 又又还没有处理的这个数据流 它的作用呢 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呢 它的功耗 在整个这个CPU封装里面啊 呃 怎么说呢 它所占的这个比重呢 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呢 它的降压优先级呢 是比较靠后的 那么第三个呢 是这个GPU的电压 就是GPU呢 就是我们的显示核心啊 也就是我们的核显电压 那么在1035G7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CPU里面啊 这个这个处理器里面呢 因为它这个核显的极限状态下面 它的功耗呢 大概是9.3到9.6啊 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数值呢 大约是我们这个CPU 这个所能达到 的极限功耗的 26%到30%左右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GPU呢 这个这个在整个CPU 这个封装里面呢 它是第二耗电打货 所以呢 它的降压优先级呢 也在第二位 然后呢 呃 第四个选项呢 这个这个咱们暂时不需要关心啊 直接过掉它 呃 然后我们的第五个选项呢 是所谓的非核心部分的电压 那么这一部分呢 它里面的这个构成呢 相对比较杂 然后呢 呃 这个这一块呢 它这个 它的电压呢 对于CPU封装整体功耗的影响 非常的小 所以说 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管它的 就如果一定追求完美的话 那么可以酌情来降低 呃 那么现在呢 我们首先来进行这个CPU核心的降压哈 就是就是这个第一个选项 呃 然后呢 呃 这个呢 是降压操作的起点 我们首先 我们我们把它降低这个30个单位 我们建议把它 呃 首先降低30个单位 就是在这个 在第二个进入条这个地方 对 我们降低30个单位 然后呢 这个这个单位呢 它的中文叫做叫做豪辅 英文呢 英文单词的组成呢 是MV 也就是豪辅 那么1000毫辅等于1辅 所以说我们降低30毫辅 相当于降 把这个电压呢 降低了0.03伏特 然后呢 我们这么操作呢 最后呢 点击这个Uplug 然后 Accept 这样 我们的CPU电压 呃 就降低了0.03伏 CPU核心的电压啊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来测试一下 现在这一阶段降压操作的稳定性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A到64这个软件 好 我们来打开这个软件 好 那么 嗯 这边呢 我们要点击工具 点击工具 然后呢 这个 在这边选择系统稳定性测试 好 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个这个界面啊 呃 这个这个软件呢 它本来是一个系统监测软件 但是呢 它的这个系统稳定性测试呢 一直是超频圈子里面呃比较流行 而且比较可靠的一个CPU的稳定性测试的程序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呢 打开 然后呢 系统稳定性测试以后 然后把其他的钩全部都去掉 就是除了这个第二项 就这边第二项 Suggest FPU 也就是单考FPU 呃 这个呢 是公认的对CPU压力最大的测试方法 那我们在启动这个测试以后呢 我们现在来启动它 好 好 好 我们看到了 现在呢 这个呃 基本上从我们启动开始看 这个CPU整体封装的温度呢 直接已经怼 已经怼到100度了 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呢 会瞬间的起飞 瞬间的突破天际啊 瞬间爆炸 呃 然后呢 呃 就是现在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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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呢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去检测我们这个整体这个处理器的稳定性 然后呢 和带很多带K的这个标压超频CPU 不一样了 呃 它是这个我不建议呢把这个测试做到公认的 周二的故事一直到系统死机或者重启为止 然后这样呢 呃 那么在这个死机或者重启的这个这个电压呢 再加上10毫浮 再往上往上增长 加10毫浮 这样的基本就是你的CPU能够运行的极限低压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建议把CPU的电压提高40毫浮 就是在我们这个极限的这个低压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CPU的电压提高40毫浮 作为你的这个日常的使用电压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我们把这个软件关掉啊 呃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降压 降压软件 然后呢 呃 现在呢 我们这个呃 来做这个GPU降压 因为它的这个这个降压的优先级呢 是呃 可以说是这个第二位的 然后呢 同样的 我们建议把这个呃 把这个电压呢 从30毫浮开始起降 然后呢 点击确认 好 然后现在 我们需要打开这个3DMark这个软件 3DMark 好 然后呢 我们点Benchmarks 然后呢 在下面找到这个 FarthTrack Extreme 你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超频酸子所说的FSE啊 然后呢 把这个呃 Include Demo 把这个选项呢 去掉 这样呢 它就是一个专门运行测试了 不会带有这个完整的场景展示程序 然后呢 我们点Run 就是运行 这样子 呃 多啰嗦一句啊 就是这个这个3DMark这个软件呢 因为它打折的时候很便宜 所以说我是 我买的是正版 呃 这个这个这个 破解版呢 其实也是有的 这个学习版 但是呢 呃 学习版的测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 这个呃 比较诡异的小问题啊 这个我没法一一列举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呃 可以考虑还是可以考虑买个正版呢 好 就是这个程序啊 这个程序 然后呢 呃 它对这个CPU和GPU呢 都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它主要是 这个GPU 然后呢 我们把它 把这个程序完整的运行一圈 完整运行一圈 然后一直到它最后 这个给你得出你系统的 这个这个总的分数为止 这样呢 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我们呢 首先运行一个完整的循环 如果呃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电压 再降低10毫弗 然后再继续用3DMark 继续进行测试 然后呢 一直到画面呢 出现这个雪花 色块 贴图错误 或者说直接死机 等等这样的现象 那么 在这个出现异常的电压 然后再向上增加10毫弗 那么 就是我们这个处理器 核显的极限低电压 呃 和CPU一样啊 就是在这个极限低压的基础上 然后再增加30毫弗 然后呢 就是我所建议 这个日常的这个使用电压 那么呃 需要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就是在运行这个3DMark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的电压呢 已经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是在你的电压 已经已经这样的比较多的时候啊 咱们这个一定要盯紧屏幕 就是一旦出现任何这个异常情况 这个呃 比如说各种图像错误什么的 一定要马上就是按这个ESC键 然后把这个测试取消掉 因为GPU呢 相对来说比CPU要脆弱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不去重视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先 那么如果你的运行成功了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最后就会 也是这个界面 那么这边呢 会有一个你的分数 然后呢 如果你这边这个测试没有通过的话 那么呃 他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软件呢会自动取 自动取消测试 然后呢 在通常会自动取消 或者你手动取消也可以 然后呢 这样呢 就是就出现这样的 这样一个界面上面 这样这样有一个有一个提示 这个咱们就不消管它了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 可以把它关掉 呃 就是这样 然后一直测试下去 最终找到你的这个呃 极限频率和正常的 和这个日常使用频率 而不是 呃 说错了 极限电压和日常使用电压啊 呃 那么在处理了CPU和GPU的降压以后呢 我们可以再尝试呢 把缓存和这个呃 非核心部分的这个电压呢 稍微再降低一点 但是呢 呃 我的建议呢 是不降 因为在日常游戏的过程里面啊 这个通常呢 只给CPUGPU降压呢 已经可以比较好的解决我们的这个温度强的问题 所以说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画折天足 而且呢 如果你的CPU核心和GPU核心 如果呃这个降压成绩非常差的话 那么你就算把这个 剩下的这两个选项 你降的突破天际啊 也一定也也一样的 它减少不了什么功耗 这个于事无补啊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 它只能这个呃 锦上天花 但是呢 它不能雪中送炭 所以说这个选项 这几个选项呢 呃 降与不降 我这个我 我对它持这个消极态度啊 呃 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两个项目如果你要降 那么在降完以后呢 我们同样用 要用这个A到64 要用这个软件 然后来进行验证 呃 这个这个验证完毕以后呢 我建议呢 把所有的项目都设定在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就是咱们找到 就是咱们找到的 这个日常使用电压 然后呢 这个再跑十轮3DMark的测试 然后呢 来验证整个这个系统呢 在3D应用里面这个稳定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标题所说的 这个三国全站 那么来直观的展示一下 我们降压的这个具体效果 那么首先呢 呃 我我我这边呢 需要先介绍一下 我这个几乎所有我的视频上啊 在这个左上角 苹果的这个画面的左上角 都有的这么 这么一些这个监测数据 然后呢 这个我们来一块来来认识一下 这个就是 首先呢 前四行 是我们这个CPU的实时频率 然后呢 这个第五行 是CPU实时的占用率 呃 然后呢 第六行 呃 是我们这个CPU 整个这个封装 然后它的这个呃 目前的温度 然后第七行呢 是我们这个GPU的呃 这个频率 实时频率 然后呢 再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个CPU的这个封装的呃 总功率 然后再下面 这个IA course power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呃 CPU核心的实时功率 然后呢 这个下面的GT course power呢 就是GPU核心的实时功率 然后呢 再再下面这个PLE power limit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TDP 然后呢 PF2 power limit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所谓的boost 然后这个boost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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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耗啊 也就是所谓的真男人数据 呃 这一行呢 我们可以无视它 它这个数据不是太准 然后呢 这个再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个物理内存占用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呃 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小的这个这个数字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呃 预行的这个帧数啊 呃 在我日常的视频里面呢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采集卡呢 有一些小问题 所以说呢 他这个左边呢 会呃 会被这个被切掉 大概半个字母这样的距离 所以这个帧数呢 可能有时候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呃 这个呢 还请大家谅解哈 呃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打开这个三国全战这个游戏 目前呢 我们是完全没有降压的默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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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边呢 我们是完全没有降压的默认状态 那大概是1万多 但是呢 那具体呃 有一万多少 这个我有点不太确定哈 響鐘 好,我們現在直接開始戰鬥 好,我們注意看 現在這邊已經撞牆了 現在TDP在一瞬間已經降了 到22瓦左右 然後開始緩慢回升 然後整個遊戲也變成了PPT 看我們CPU目前的狀態 然後頻率 現在是從大概2G左右開始緩慢回升 但是無論它怎麼回升 目前的遊戲還是不是特別的順暢 然後隨著CPU的頻率回升 然後這個遊戲的順暢程度 現在也在緩慢的恢復 但是仍然會有一點卡 然後這邊再次撞牆 然後這個CPU的頻率呢 這次更誇張 直接降到了1.5G 這樣子 這樣,然後呢 注意看我們的TDP 然後我們的溫度 我們的CPU的核心實施功耗 然後現在呢 因為CPU頻率太低了 所以說呢 整個這個環境已經幾乎看不下去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幀數 其實幀數來說呢 和剛才呢 並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 所以說這邊呢 是CPU 然後呢 因為它的頻率太低 所以說呢造成了我們的這個瓶頸 嗯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遊戲呢 退出來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降壓處理哈 然後好 這邊呢 我輸入的是我的數據 我這邊就是我的核心呢 可以降 正常使用頻率大概在100左右 然後呢 緩存呢 我大概 隨便隨便那麼降一下 這個 大家呢 也可以不降它 然後GPU呢 我這邊是70 然後這樣 我隨意設定一下其他的 然後 Except OK 然後呢 我們再來開這個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 先謝謝 那個 easy 消息 那麼 我們來看 然後來看 我們來看 好,我们现在呢,还是进游戏,然后呢,还是刚才的设置,一模一样的设置啊,然后呢,我们再进。 好,我们再进。 我们现在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CPU的频率呢,一直保持在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四个核心的最大值,就是3.3GHz左右。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CPU的实时的功耗呢,大约在30W上下,保持在30W上下,上下。 然后呢,我们的温度呢,大概就是70到80多一点,然后呢,这个水平。 然后呢,我们的TDP是稳定的,持续保持35W,然后呢,一直不动的,是这样子。 然后呢,整个整体这个数据看起来呢,就非常的稳定。 没有刚才那种反复横跳这个断崖式下跌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的游戏呢,目前,到目前为止呢,也很流畅,也很顺畅。 目前为止,数据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大家注意看CPU的频率,还有我们的TDP,然后还有温度。 好,为了节约时间啊,这个就不请大家过多的看了。 然后呢,这个目前的我们的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我的这个电压设置。 就是,目前就是这个样子,就是CPU的核心呢,降100,降100,我来对一下焦。 然后CPU核心降100,然后呢,这个缓存降50,GPU呢70,然后其他呢,降40。 这个其实都是我乱调的,除了CPU的这个,这个是,应该算是我日常使用的一个正常值。 其他的其实都是乱调的,并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这个极限,或者说这个这个精确的这个这个数值啊。 因为我,实际上我这边呢,我的这个实际调整的这个正常使用的数值呢,比目前这个数值要大一点。 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调到这个数值呢,这个已经可以比较好的保障我们这个CPU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频率保,维持在最高了。 所以说呢,也没有必要去再过多的去,去,去,去把它再,再去追求这样的极限。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呃,出于习惯啊,然后呢,我呢,把它,呃,恢复默认。 呃,很多同学,很多同学呢,他喜欢,呃,这个,做这个开机启动,然后呢,开机自动应用我们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设置。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呃,我们事实上,我们的这个,这个,呃,这个机器呢,在正常的情况下,除了少数的一些游戏和应用以外呢,呃,正常的情况下,它不会有,呃,有这么多的应用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需要,需要降压,然后呢,才能把这个游戏玩稳的情况。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这个日常呢,通常我个人不太建议去做这个降压,只有我们,呃,需要这个,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个,呃,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玩到这种,这个,呃,对这个CPU的占用率很高的,或者说,呃,非常吃CPU的游戏的时候。 然后呢,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呃,好,那么最后呢,我就一些有关的问题,常见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 首先呢,呃,就是我们这个CPU的降压操作,它是否安全? 呃,就是目前的CPU呢,一般来说都是带有很严格的这个保护机制的,就是说如果出现降压过度的情况呢,那么CPU呢,它会直接启动这个保护机制, 然后停止CPU的工作,所以说呢,从症状上说呢,就是说蓝屏死机重启,然后呢,这一类的症状。 所以,降压这个操作呢,在理论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安全系数的,但是呢,我不能对这个操作的安全性进行保证。 所以说,请您根据自己的这个心理呢,和经济的承受能力,自行决定是否要做这个操作,降压的操作。 如果你执意一定要做的话,那么呢,请自行承担所有的后果。 第二呢,就是CPU长期降压使用呢,会不会影响CPU的使用寿命。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事物的这个两面性来考虑啊。 一方面呢,就好比我们人日常吃饭,这个吃半饱啊,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 然后呢,这个相同的道理,就是对CPU来说呢,适当降压啊,因为它可以运行在这个更低的温度下。 所以说呢,相对于默认的电压而言呢,反而可能对CPU呢,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长期过度降压使用,就会造成CPU严重的这个电子迁移现象。 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超频圈经常说的这个CPU缩钢。 简单说呢,就是CPU本来能稳定运行在某个比较低的电压。 但是呢,这电压呢,对于CPU来说呢,已经属于这个过度的低压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呢,它没有通过这个死机或者其他的症状的表现出来。 那么,时间这个久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所谓量面产生质变嘛。 在这个某一个时间点呢,这颗CPU呢,就有可能再也不能稳定的工作在这个电压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很多朋友呢,就会怎么说呢,略微提高一点电压呢,继续用。 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的CPU的电子结构已经开始破坏了。 所以说呢,最终的结果呢,就有可能导致CPU连我们默认的电压,就是不降压,默认的电压可能都稳不住。 这样的话,你这CPU呢,基本就算是废了。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建议长期使用这个,长期使用的这个电压啊, 比咱们这个极限低压呢,高那么多,要高30,30毫复。 所以说呢,也是出于这个道理。 然后呢,就好比咱们这个人吃饭,这个吃半饱呢,有利于身体健康。 但是呢,如果每天让你干活呢,然后呢,不给你吃饭,每天让你饿着。 那这个人肯定是撑不住的,对吧? 所以说呢,如果你在使用过程里面发现这个CPU呢,出现了一次这个缩钢的现象的话, 那么最佳的处理方案,就是立刻恢复默认电压。 千万不要烂。 然后呢,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你的CPU呢,它的电子结构呢,不会继续遭到破坏。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必要进行降压? 然后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说的呢,就是如果你日常运行的是一些个不吃CPU的游戏。 那么,其实你完全没必要降,这个事实上通过降低TDP和降低电压的方法呢, 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来提升续航,来保证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高续航的状态下,它的这个性能,在我看来呢,这个,其实这操作挺无聊的啊。 就是说,你因为你提升那点续航啊,它并不足以让你多玩多长的时间。 相反呢,你还要承担这个降压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呢,完全得不偿失。 但是呢,就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喜欢玩出这GPA5啊,包括全面战争,还有各种模拟器, 这种比较吃CPU的项目,特别是跑PSM模拟器这一类的啊,包括全战。 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小掌机,它本身的这个性能呢,就很紧张,非常紧张,这个性能比较贫弱。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降压,然后呢,保持这个CPU呢,一直保持在这个极限输出状态,就有比较大的意义了。 那么呢,好了,今天咱们这个教程就到这儿,如果呢,这个教程呢,对您有帮助的话,那么还请您三连支持我,非常感谢。